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Sandy 我学了金刚体系有大概两年的时间 在我还没有学种子体系的时候 以前我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很多忧虑 很不开心 经常很生气 就是很多很多很负面的 那么自从学了种子体系之后 我就在123街里面学会了很多工具 很棒很棒的工具 其中一个我常常用 而且很喜欢用的就是试力量 当我们起初刚刚学会了学种子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很努力的很专注在种好种子 这样看到好种子又有点开花结果 就很开心 但是这样的同时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 我们以前种过的一些坏的种子 而当坏的种子一爆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不懂得怎么处理 那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影响我们的工作 影响我们在家里 影响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 那么后来我知道 原来这个试力量的工具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之后每次有负面的情绪发生的时候 当我觉得生气焦虑难过 我就会拿试力量出来 我就用这个试力量的工具 去把这个坏种子削弱 之后呢我的负面情绪很快就不见了就没有 那么我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去处理我热肠的工作 在家里对我的家人 我都可以很心平气和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试力量的工具是非常管用的 因为以往呢我不会的时候呢我会生气好多天 我会难过我会忧虑很多天 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现在呢当我用了试力量 我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甚至是一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甚至短到十分钟 我就可以把我这个很负面的情绪完全的去掉 所以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具 那么现在呢我就不再受到坏想 情绪的威胁 我不再怕负面的情绪 因为每一次有坏的情绪 我就用试力量 那么我通常是怎么做法的呢 每一次有坏的情绪 比如我觉得 哇我忽然间被人家冤枉的感觉 我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我的种子啊 我以前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让人家觉得很冤枉的感觉 那么我就做试力量了 那么很奇怪哦 在短短的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我这个很冤枉的感觉就没有了 那么我就觉得是非常棒 所以从以后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做 那么后来我又发现 我每次是有负面的情绪 我才做试力量 那么很好啊 负面情绪没有了 但是在很平静的时候 很和平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些障碍出来 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发生 那么我后来就明白 一个道理是原来我做的试力量还不够 那么现在呢 我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也会做试力量 因为我发现 我其实以前呢 种下很多坏种子 只是它还没爆 那么在它还没有爆的之前 我就先做试力量 我就去回想 以前我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都一个一个情绪 不好的情绪都拿来做试力量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我们把没有事情的时候 做试力量 我们会把这个还小的坏种子 把它拿它爆出来 那么当它爆的时候它还很小吗 那么它的威力就是很小 我们就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会有很负面的情绪 那可能这么一点点而已 那么这个就帮助我们热场生活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当我们没有做试力量 不单我们会有不好的情绪 而且它会障碍我们好的种子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要每天 除了专注在种好种子 也要不要忘记 每天都要做试力量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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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